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制课堂 阿方今天带大家来做个小改造 这是我之前买的一件T恤 它是那种宽松大版的 然后身上没有一点装饰 全黑的T恤 我那天心血来潮 就想给它做个大改造 试验一下,不知道好不好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三片这样的单元花 给它缝上去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大家如果不喜欢这个改造 我这个就可以作为 太阳花单元花的 勾制方法 和我们的连接方法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花朵挺漂亮的 这个花朵是 一个粉丝姐妹给我的图片 他买了一件这样的T恤 他觉得这个单元花蛮漂亮 要我出一个这样的教程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把这个花朵 跟它的连接方法介绍给大家 我感觉这个黑色T恤 加上这个应该是挺漂亮的 我们缝合的时候 可以给它留个口子不缝 就是从这里开始缝 一直缝 缝到这个地方 还是挺漂亮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花朵放在胸前的位置 然后缝合 大家可以挑后面这个 黑T你就用黑线缝合 好不好 我这个线是用的家里的零线 就是用的出线 因为我做教程 我用的出线 姐妹们如果是自己缝的话 自己做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细一点的线 细一点的线勾出来 它会更精致一点 好不好 好的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课程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已经勾好了一片单元花 因为我这个T恤 它是黑色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看一下你的T恤是什么颜色 我们最后一圈 就不能勾什么颜色 我刚刚就勾了一个拆掉了 我最后一圈勾了黑色 然后放下上面根本就看不出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 像我这个黑T 我最后这一圈呢 一定不能勾黑色 你中间这个 这两圈 第一圈跟第二圈 可以选择黑色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这些零线 像你平时 我们勾衣服 勾帽子 剩下的什么零线都可以 粗细都可以 我做教程呢 我用的是这个两股的蝉蝉蛋白 大家选择稍微细一点的线 它勾出来的花朵呢 它会更精致一点 然后它会更小一点 我要做教程 所以我要节约时间 我用的是两股的线 大家看一下 我们随便找一个 先从这个 我们是圈起 然后勾12个短针 因为我们这个花形呢 是12组 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选什么颜色呢 选这个吧 选这个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颜色 反正我们这里 我这里勾好了三片 我看这里不能选这个 黑色吧 黑色做底色 做底面 大家看得清吗 要不要我把这个掀起来 大家看不清楚 黑色的呢 我们是 在手上绕两个圈 然后把勾针插进这个线圈里面 我们勾短针 一针 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 奇力针这里引吧 看到吗 姐妹们第一圈就超级简单 它就是十二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勾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呢 代表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到线 还在奇力针这里 我们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勾针上两个线圈 直接二并一 它就是一个两个长针的找形针 我们勾一个锁针 这就是一组花形哈 再来一次 在第二个针目里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上三个线圈 直接三并一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也就是一个找形针 一个锁针 这就是我们的一组花形哈 哎呀不对 这个黑色的大家看不清楚 我还是换个颜色吧 换个颜色 看一下哈 换这个浅黄色 或者蓝色都可以的 换蓝色 大家看不清楚 好吧换一个颜色 我们在手上绕两个圈 绕两个圈呢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锁针 然后呢 刚才我们这个锁针呢 算是一个短针的起立针哈 加上短针的总共勾12个 这里三个 4 5 6 7 8 9 10 11 12 阿芳呢 第一圈第二圈 我用的是同一个颜色 姐妹们 如果你想用家里的一点点 很短的一个线 你可以第二圈 我们可以换颜色哈 我这个呢 就不换颜色 我们直接 勾两个锁针 代表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我们还在起立针 这个针目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上两个线圈 二并一 再勾一个锁针 一个枣针 一个锁针 哈 再来第二针里面 勾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现在我们加上刚刚勾的这个锁针 这里总共有三个针目 我们直接给它三并一 然后勾一个锁针 这一圈的花形呢 就是这样的 一个枣针 然后一个锁针 总共勾12组 看到吗 姐妹们 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 勾一组花形 我这里已经勾了 一二三 是勾了五组的 剩下的大家自己给它完成 看到吗 好的 姐妹们 一个枣针 一个锁针 我们总共勾了12组 然后大家看一下 在哪里引拔哈 我们这里两针 并一针的地方 就是这个枣针的针目上 我们在这里引拔 直接把这个线头 给它剪断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断线了 好的 然后我们拿出第二种 第二个线 就是第二种线 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 我用什么颜色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上一圈的锁针这里 也就是两组之间 这里我们 把针针插进去 拿出我们要用的线 其实呢 这个花片呢 我们还可以放在哪里 姐妹们喜欢这个 稍微细一点的线 我们缝在这个牛仔裤上 也是很漂亮的 大家看一下 勾三个锁针 代表一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把上一圈 勾的这个线头呢 给它放在一起 给它藏好 再勾一个长针 在这个锁针的针目上 我们勾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好的 然后在下一个两组之间 我们勾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总共十二组 我们上一圈呢 其实也是两个长针 但是它是两个 未完成的长针 它是一个枣形针 看到吗 姐妹们 我们在哪里勾呢 就是在上一圈的 两组之间 它不是有个锁针吗 我们在这个锁针上面勾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总共是十二组 大家自己完成 好吗 好的 姐妹们 我们总共勾了十二组 勾了十二组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起立针 第三个锁针上 给它引拔 好的 这个线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剪断了 咦 拔不断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勾完了这一圈呢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弯 这个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勾完下一组 它就不会了 然后下个呢 我拿大红色的吧 大红色大家看得清吗 把盒头这么高的色彩 我们也要把这个线头 给它 线头给它夹在里面 这一圈呢 我们是勾这个线圈 也就是碗格 一二三 这里包括起立针 总共四个 好的 在下一个两组之间呢 这个锁针上 我们勾什么 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呢 就是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看到吗 姐妹们 在这个两组之间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这两个短针之间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给它连接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圈 这个花瓣的花托 看到没有 总共是十二组 所以我们勾出来呢 是十二个花瓣 我们连接的时候呢 就连三个花瓣 因为它 十二个花瓣分为四组的话 就是每组就是三个花瓣 明白了吧 大家自己完成哈 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我们最后一个线圈勾完了呢 这个呢 我们就不赢吧 直接到第一个线圈里 大家看清楚哈 我们在这里 直接勾一个短针 大家勾的时候呢 记得把我们刚刚藏的 这个线头一起勾 直接勾一个短针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勾针到线 在里面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到线 再勾一个长针 好的 这个花瓣的一半就勾完了哈 勾完以后 我们勾一个锁针 好的 再另外一边勾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 看到吗 这边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然后中间一个锁针 这边呢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再来一次哈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好的 另外一边 一长针 一中长针 一个短针 好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花瓣怎么连接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连接 它是连接三个花瓣 三个花瓣为一个边 是吧 我们随便从哪里开始哈 随便从哪个花瓣开始 先勾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好的 这个花瓣勾完了一半呢 我们找到另外一边 找到另外一边 我们随便也找哪个花瓣都可以哈 然后把我们刚刚这个 线圈给它拉过来 拉过来勾一个锁针 好的 然后把回到这边红色的这边 我们把它完成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看到吗 这一个花瓣就连接起来 我们连接第二个花瓣 大家看一下哈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完成了花瓣的一半以后 我们找到另外一片这个花瓣 在这里把这个针目拉过来 完成这个锁针 好的 我们再回到这边把另外一边给我勾完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再连接另外一个花瓣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好的 我们找到第三个花瓣 第三个花瓣的中间 我们这边花瓣的也是中间有个锁针的哈 我们把这个针针插进这个锁针的针目 然后勾一个锁针 跑到另外一边给它完成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大家看我们这样就连接好了这两片 看到吗 姐妹们 然后大家把剩下的这个花瓣给它完成 完成我们这两片就连接好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连接三片 看到没有 姐妹们 三片是这样连接的 大家可以连接 跟我一样连接 也可以把它这样分散开来 分散开来直接缝在上面也是可以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 找个位置给它这样缝在这里 给它做成 我们既可以装饰 又可以是一个口袋 大家可以缝三片 或者四片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细线的话呢 我们小的呢 就可以把它当作花朵装饰在上面 缝在上面 像大家如果是缝在牛仔裤上面 可以跟我一样 勾这种厚的 勾这种厚的 跟这个牛仔裤的元素呢 它就更搭配 好吧 先把这个给它完成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两个呢 已经勾完了 其实呢 如果我们做这个装饰的话呢 这里可以不连接的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这样缝在上面 我那个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花瓣 两个单元花的连接方法 大家可以 就算你 我们不做这个 叫什么 不做这个改造的话呢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能用上 比如我们勾一个包包 还有就是两片 一片连接两片的连接方法 我也告诉一下大家 我们就是 我这里故意勾好了三楼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连接这个 然后中间这个呢 跟我们两组之间这里连接 这个花瓣 连接这个花瓣 这些课程呢 其实我呢主要是告诉大家一个单元花的勾法 还有它的连接的方法 两种连接方法 它还有就是我们四片的 四片的就是这样 这里三个连接 然后这边另外一片三个连接 我们先来 看一下这样的连接方法 就是连成这个三角形 照样的我们还是勾一半 勾一半留这个锁针不勾 我们找到这个你看两片之间 这是我们已经连接的部分 这是我们连接的部分的这个后面这一片 找到这里 好的把这一片给它完成 一个花瓣给它完成 好 另外一边花瓣 我们勾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呢 找到这两个花瓣之间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手紧的姐妹 你稍微勾松一点 我们把它这个线圈给它拉松一点 然后还是我们照样的把这个花瓣给它完成 大家看一下连好之后的样子 好的 我们连接第三个花瓣 先完成花瓣的一半 我们找到这边的第一个花瓣 就是连接之后的第一个花瓣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实用的是吧 像我们这个连接的呢 我觉得更适合什么 就是我们的T恤啊什么 特别是宝宝的毛衣T恤 看到没姐妹们 这样我们就给它连接好了 是不是还连接出来还是挺自然的 是吧 一点都没有很勉强的样子 大家呢 后面缝好了 把这个勾完 勾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 把它缝在这个上面 缝在上面一点 下面一点都可以 这个缝盒呢 我就不 不给大家演示 大家自己用我们的针线给它缝好 直接缝在上面就可以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毛线 用你家里的这个线 我们直接缝哪里呢 就是这个花瓣 不要缝 缝好的花瓣就太死板了 不好看 我们缝这个地方 看到没姐妹们 把这个缝好 缝好以后 然后找到这边这样缝 缝一圈 就用针线缝 缝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 在正面看不到 比如说我们缝 缝在哪个地方 就是我们不要把它缝到正面来 就是找到我们这个 看到吗 我们不是勾了三个锁子 一个短子吗 找到这个短子呢 这样缝 缝在后面 这样缝 正面就看不到 大家尽量 如果你是黑T恤 跟我们一样 你就用黑线 看到吗 姐妹们 你是周围口袋一样 你上面就不要缝死 就从这里开始缝 这个我一定要说清楚 这个位置 这边呢 就这个位置 也就说这边 一二两个花瓣 这边两个花瓣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样缝 缝到这里 缝到这里呢 这边也是缝 缝到这里 缝到这里 然后我们从这里缝到这里 这样缝 缝好了呢 这个上面开了口子 我们既是一个装饰品 然后也是一个口袋 是不是 一件这样的黑T恤 这样缝线 还是蛮漂亮的 我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拿开 位置呢 你可以上一点 也可以下点 这个看你自己个人喜好 好吧 今天我们这个黑T恤 舌头又飘 黑T恤改造的 教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